为了呈现怀旧的五节乡 乡公所打算利用观光产业发展所一楼空间 来规划作为乡食馆 但展示所需要的老照片需要大家来提供 因此公所对外广征老照片 希望透过泛黄的照片勾勒回忆 找到五节古早味 我们五节乡公所 为了我们五节乡的过期 现在和将来未来 所以要让我们很多乡亲了解 因此我们开始策略 本地乡食馆的一个成立 本地乡食馆的成立 当然过期有很多历史 包括我们有关老照片的收集 老照片不限制主题 有关产业 观光 人文 地景 民族 宗教 生活 只要能见证五节发展过程都可以 而参与征集活动 必须以文字说明照片内容 让照片蕴含的意义流传下去 这些收集里面有就是苗屋 或是你的选择你的地境 或是你的生活的东西 甚至你有手工艺的製造 的选择 包括你的生活的製造 这些的相片 我们都做一个收集 以及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十大人在这个环境内有做官的 比如当官的 以前你穿着的时候 已经有做到这个禁书 这些相片 我们都希望就这个相识馆 这个设立以后 呈现给我们更多的详情来看 老照片征集日期到5月30号为止 提供照片入选的话 公所也会送出精美纪念品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